来了来了,张于德的身份真的要揭晓了吗? 难道说邀请胡兰兰为张楚兰治病吗? 真的是这个气体源流真正的传人吗? 就在此时,一辆列车呼啸而过,而不远处的山崖上却站着两个人影, 只听其中一位开口问道,这本书,值得你这么冒险吗? 胡兰兰先是举起手中信纸和车票,而后才缓缓开口说道, 它很特别,我能感觉到上面残存的气,是我老实在世时一直在寻找的那种, 可一旁的面具男却开口表示道,这么藏头藏尾的邀请,恐怕另有所图, 胡兰兰却丝毫不切,只听他冷冷开口道,不管对方是谁, 找我也不过是看得上我这点衣术,走吧,就算是鸿门宴,我也是要付的, 说罢二人便纵身一跃,接着身影稳稳地停在车厢之上, 然后只见他们打开车厢大门,可车厢内尽空无一人, 只是墙壁上四周都残留某种痕迹,这时胡兰兰开口说道, 没人,但是有打斗过的痕迹,接着二人又向驾驶舱走去, 这时面具男带着疑问说道,这辆车上不会,一个人都没有吧, 空的车辆驾驶室,就在这时,胡兰兰内心暗暗震惊, 怎么会,多出一节车厢,也就在这时,车厢传来对方的声音, 来都来了,不多看看吗,不过,胡小姐,按照约定, 您应该一个人过来,文言面具男开口解释道, 我只负责保护兰兰的安全,现在兰兰已经赴约,总该亮出你的身份了吧, 对方沉默不语,而胡兰兰见状只能先走一步, 同时交代面具男留在原地,但胡兰兰打开车厢大门, 映入眼底的竟是一些精力的医疗仪器, 同时仪器身旁还站着一名眼镜女子,胡兰兰不禁开口问道, 这就是你们出的题目吗,女子文言当即便回答道, 是的,只要胡小姐能置好箱子里这个人, 我们会将那卷一书完整奉上,可胡兰兰却开口说道, 我好奇的不是那本书的本身,是她的来历,女子也自顾自地回答道, 她的来历,跟这个人其实是一回事,说罢她便伸手一招, 箱子里便伸出一只低垂的胳膊,胡兰兰不禁疑惑道, 你不会就想让我通过妾脉来诊断吧, 神秘女子没有否认,而是饱含肯定地说道, 王子忠先生亲口承认的那颗圣手,如果胡小姐做不到, 我想可能天下就没人能做到了,谁曾想胡兰兰却开口说道, 我做不到,望闻问妾相辅相承, 这个人本来就在深度昏迷之中,真想我治,就给我所有资料, 而不是让我只能接触一只手,文言神秘女子先是呢喃一声, 而后才将手中资料递给胡兰兰, 资料上的姓名照片已经被涂抹, 只有曾经的身份信息,胡兰兰不禁震惊出声问道, 你们是哪都通的,可并未得到对方答案, 片刻后胡兰兰才又说道,这份资料全是假的, 箱子里这个人,她才是哪都通的人, 你们把她关在黑箱里,要么是在防备她醒来, 要么是不想被人发现她的身份,找我就哪都通的人, 并不需要这么费事,所以,所以你们是全信吧, 女子文言缓缓说道,医者人心, 我们的身份并不影响你医治这个人,对吗, 这时胡兰兰继续说道,让我猜测一下, 这个人脑子里一定有你们非常想要的东西, 所以不惜代价找到我,也要让这个人醒过来, 这时女子先是抬起左手,同时又开口说道, 那么,作为全信,威胁你服从我们的命令,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,或者说, 你还期待你那个朋友能帮上忙, 文言胡兰兰赶紧回头看去, 而后内心大吃一惊,我来的那截车厢消失了, 无奈之下胡兰兰只能听从对方安排, 这时胡兰兰猛地抓住那条胳膊, 而后继续说道,如果你宁愿让我跟这个人同归于尽的话, 可对方非但不惧而且还反问道, 既然都猜到是哪都通的人了, 你觉得我们会在乎他的性命吗, 但是你们一定在乎这个人脑子里的东西, 把我朋友的车厢送回来,否则我下手了, 可女子文言却只是冷哼一声, 这时胡兰兰的背后悄无声息地走近一人, 他在内心暗暗自导,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现的, 而后又出声询问道,哪都通的暗保吗, 来人不做丝毫隐瞒, 只听他慢慢开口说道, 我们做的事情很少被外人知晓, 也本不该被外人知晓, 这个人确实是公司的员工, 在罗天大叫之后,全性攻删之时, 这个人曾经跟全性的四张狂相遇作战, 不过在被我们发现的时候, 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, 文言胡兰兰当即反驳道, 你们的普通员工遇到四张狂合力, 变成这样也很正常吧, 但是卖相不对, 口罩男子继续说道, 是的,这个人并不是普通的员工, 我们称之为X吧, 我们之所以要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你, 是因为X曾经接触过我们的一个秘密研究项目, 想要了解的那本医书, 也是那个项目的副产品, 胡兰兰出声询问道, 你们是在做人体实验吗, 可神秘男子当即否认, 而后开口说道, 不,这个项目本来就是用于打造一种盔甲, 只是, 后来项目出现了一些意外, X在处理这个意外的过程中,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, 我们请来胡小姐, 本来只是希望弄清楚, 这次昏迷是否与那个意外有关, 不过, 我认为, 胡小姐本身也很适合这个项目, 片刻后胡兰兰打开对方递来的资料带, 这个文件里面, 是你们暗保的机密, 可神秘男子却表示, 这个文件里面, 是你想要的真相, 胡兰兰这时不禁疑惑道, 这趟列车的终点, 就是凤凰山, 凤凰山, 不是那份档案上说的收容所吗, 神秘男子出生解释道, 之前收容所出过一次事故之后, 我们就把他改做了研究所, 开始了这个项目, 事到如今, 胡兰兰只好表示自己得考虑一番, 而神秘男子自然应允下来, 不久后列车呼啸而过, 而胡兰兰二人却站在了铁轨旁, 这时就听面具男问道, 聊完了, 可胡兰兰文言并没搭话, 而是话音一转向他问道, 刚才你在车厢里, 有没有注意到有其他的列车靠近, 当听到面具男回答没有看到后, 胡兰兰才缓缓说了句没事, 接着他便看向离去的火车, 内心却陷入了沉思, 我只是负不起了解真相的代价,